2011年在中国GDP和工业中产值 分别超越美国日本后 西方学术界将美国政府抛出了一个世纪疑问 中国利益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 将对依照西方原则和自由主义价值建立起来的 既有国际体系和制度秩序带来何种冲击 西方学术界暗示的很明显 即中国的持续发展将威胁到美国的霸权 还会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出现根本性的危机 十年后当中美关系在两届美国政府的破坏下 关于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舆论在美国盛销城上 比如国务卿布林肯在首次政策演讲中表示 中国是本世纪唯一有实力挑战世界秩序的国家 再比如针对我国外交部门 在阿拉斯加会晤后的一系列活动 纽约时报撞文污蔑到中国的外交活动 自在摧毁现有的国际秩序 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全新的国际秩序 美国及其盟友越挑衅中国 就会越激发起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主导者的野心 美国人之所以不遗余力 把本国规则与世界秩序强行挂钩 且一再地强调我们对它的挑战 实际上是万图把中国套入世界大战德国的角色 进而把接下来发生的各种恶性事件甩在中国身上 何为各种恶性事件 美国打压中国所引发的一些对周边各国或全球化形势不利的事情 举个例子 美国派遣军舰军机频繁地进入我国领海 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危害了我国的安全和利益 同时也制造了东南亚地区潜在的不安因素 还有美国对华掀起的科技战争 导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出现大幅动大 负面影响非常严重 我们知道 这些事情的起因皆是因为美国打压中国 从简单的英国关系来分析 美国需对这一系列的恶性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他们为了托折 以破坏国际秩序为借口 试图把我们套路潜在的战争威胁国家的角色 这样美国就能够把各种打压手段合法化和立法 美国打压中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如果我们不破坏国际秩序就不会有打压 更不会有产生这一系列恶性事件 因此即便美国是各种恶性事件爆发的因素 但是果的责任却在中国身上 逃一出偷天换日的精密算盘 既杀人又诛心 可他们却忘了一点由美国领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只服务于少数的西方国家 对占据国际社会三分之二体量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既不自由也不国际更不世界 正如中国代表团在阿拉斯加首映 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 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 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 1915年经过俄罗斯福总统四届任期 历经图治而重新放发活力的美国 终于采在了欧洲和东亚的废墟上 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身份 将构想的自由国际秩序转变为现实 一个涵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程序上拥有跨政府权力的新国际联盟诞生 而以联合国为核心美国又领导成立的多个专业细分类的国际组织 比如负责国际贸易的官贸总协定 负责区域安全的北约 负责国际货币的IMF 以及负责国际金融的世界银行 这些国际组织通过对成员国权力的再分配 共同构建了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石 堪称世界上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成就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 美国从事了世所未见的最具有玄心壮志 和声音影响的自由秩序的构建 这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独特类型 自由的领导权秩序 不过这些国际组织成立的初衷仅仅仅是为了赚大美国霸权 以及帮助其更好的合法的攫取他国利益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联合国 随着与美国争夺领导权的对手足以消失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入了全盛时期 而作为单级力量的美国完全的站在了世界中心 如福山之类的学者更是信心爆盆 曾经在人类发展史 只有效法美国制度的历史终究终结狂欢中 但殊不知中国渗透自然万物的倒血 有一条法则叫做盛级必衰 从2006年开始 由美国定义的自由民主国家数量持续下滑 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2008年金融危机后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更是出现了大氛围的双动 标志性事件有大中东战略的失败 特里米亚事件以及东亚东南亚国家的集体倒戈 美国试图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遭受到的一系列挫折归咎于中国的发展 并楼捏出羞尸底的陷阱来煽动世界 孤立中国 但事实上 我们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瓦解 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并而促成其外界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直接运营苏联的解体以及把中国录制 让美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华盛顿的精英们越来越没有耐心与智慧 像先辈们那样通过精心布局去收获成果 而是越来越多的诉诸于暴力手段掠夺 但这些年美国的动辄干架的全球扩张手段 既让国家财政系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又严重的破坏了其在各国心目中经营了几十年的形象 别看这些年西方媒体 激励地把中国顺然成潜在的战争国 可大家心里面跟民进似的 这四十年 中国一战都没有打 反倒是美国 不是在打战 就是在调动兵马去打战的路上 二是根本原因 毛主席有句诗叫 人间正道是沧山 这世界上 从来都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 战胜黑暗 而一种合法的正义的国际秩序 应当服务于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但美国鼓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明显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美国人是人 英国人是人 日本人是人 难道中国人 俄罗斯人 非洲人 就不是人了吗 任何有骨气 有追求的民主都不会接受 所谓秩序 不是以暴力手段或军队为秩序 而应该以天下民心向背为秩序 民心意大事 这一点永远不会变 2019年 在中美日益激烈的国际博弈 国际权力结构碎片化 以及全球反美声音高涨的背景下 美国现实主义学者 米尔斯海默称 这将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崩溃之年 而民主党国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学说 新一代领军人伊肯伯里却认为 正是因为危机时代事件 才更需要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我不知道伊肯伯里是真傻还是装傻 我只知道任何企图将上个世纪 7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大爆发的原因 归结于某种主义或者是某种秩序 要么是别有运心 要么是极其愚蠢 真正原因在于ICT产业革命 而这次产业革命的成果 之所以能迅速地波及世界 带动全球经济大爆发 也主要是与它的特征有关 如果自由国际秩序 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良样 那美国现在应该是 重振70年代的经济龙观 而不是堆着中国狂吠 因此美国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 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强权及正义 针对美国政府及媒体 鼓吹我们正在建立一个 由中国主导的全新的国际秩序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到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 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套规则 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终止 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证 美国没有资格单方面的定义国际关系 更没有资格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冷 中方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阿拉斯加会务后 中国另起炉灶的真正愿景 就是要通过联合国的权威性 让国际秩序回归道 服务于国际社会本身的归道上来 谁敢反对谁 就是在破坏合法性的国际秩序 谁破坏合法性的国际秩序 谁就是潜在的战争分子 但人人得而诛之 罗斯福或许做闷都没有想到 自己当年偶心沥血 为美国设计的霸权基石 竟然在七十多年后 会被不孝子孙作妖 做得成为了霸权的坟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